古居姬、荣祖儿、关心妍等类型、周立奇等一众歌手出席极饿八小时的慈善音乐会为活动筹款 并且大和唱一曲《狮子山下》表现香港人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 &喜温暖期针 scares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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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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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首 答应你歌楼 向我命运退 人你会醉 我走人不再相随 古剧机透露自己有住养十几个小朋友 而在音乐会后台上 大会便将基在住养儿童生活状况的册子赠送给他 来到一方面就是参加这个掌握的 然后在后台就收到世界展望会 宣明会的这个一个同事给我的东西 他们刚刚从蒙古就是寄过来的一些 那边我住养的小朋友的资料 那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兴奋 因为我看到好几年前我住养的其中一个 算是我刚女儿的一个经兆 那那个时候刚住养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小baby 就是手抱的那么小小的 那刚刚看到的时候已经觉得很兴奋 你看从一个手抱的小baby变成 这么大的肥肥白白的小女孩了 那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父亲的那种感觉 很温暖 然后觉得很安慰看到她成长 那除了这个小女生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我住养的 那个时候她是一个小孩 现在有点青少年的 那她手上还拿着我跟她当年 就是我看法她的一张照片 那所以今天一方面来到我觉得很有意义 鼓励很多长者 一起就是去去参加这个活动 另外也受到这个我觉得特别兴奋 特别温暖 记载住养了这么多的小朋友 令她好像做爸爸的感觉 不过她却一本正经地说 心目中最想生两个小孩子 因为怕生太多 没能力教导他们 如果爱是一缺歌 美丽吗 其实看歌者增长 何解最近的爱歌 听曲全部亦有关爱上 能要你感慨是爱 令这个平凡世界尖彩 不要尽心苦多解人爱 她是生活带着期待 你没参加傻人你最受爱 但你也不如常事故障 见舞者一样 直心不愿为爱 解大佬 远流 难免出意外 何必马上雪再 没有爱 秋山退海 我命着我迫伴世界精彩 最近城中大亨流 蓝雄登报上 李嘉欣祝贺生日 成为各大传媒的焦点 当记者问 祖儿有没有遇到过 男人像他做这样的事 来讨好他事 他说没有 不过这样却引来媒体的关注 容祖儿最近自己家附近 有大批的记者出现 让他一度心虚 最近有很多 那个狗仔队在家里附近 然后有一次我出外的时候 我就 什么事情呢 是不是我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了 然后后来再看报纸 才知道就是另外一段新闻 所以就放下镜头大事